嗨 各位小財神 今天過得還好嗎 今天又來到我們就是Vlog系列了 那今天Vlog系列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棒的消息 就是橘子支付呢 他這個墊子支付其實 一般人都不太知道他可以幹嘛 然後可能也覺得不好用 但是呢 這一陣子呢 經過卡板幫的灰哥還有寶可夢 我們自己有真的去實測 在小七做繳費的部分 居然有回饋耶 哇 這就不一樣了 因為大家最想要的其實基本上就是這個 有沒有 我們只要拿高回饋的信用卡拿下去綁定 居然也有回饋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主題 那我們事不宜遲我們就趕快開始了 那在寶可夢的Vlog系列 基本上就是不會製作特別的簡包箱上課一樣 但是我會用口語化簡單輕鬆的方式 來跟大家做這個分享 所以呢 現在就是直接連到我的手機 那其實上面這個橘子支付它有兩個APP 一個是它發放零用金的賓房 那另外一個的話是橘子支付 所以橘子支付因為它是電子支付的關係 所以你還是需要 你要開通的部分的話呢 比較麻煩你就像之前介紹過的這個電子支付系統一樣 你可能要上傳身份證啊 然後就是電 等於是幾乎是開了一個戶頭一樣 然後它可以連動你的銀行帳戶 錢放進去錢再提出來 然後也可以轉給你身邊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是還蠻方便的 那它重點重的重點就是 它可以綁定信用卡在上面 所以這邊的話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按付款這邊 其實我已經有綁了一張聯邦奈典卡 所以它上面這邊就會有這個卡片的資料 那因為我奈典卡我有換卡 這是舊卡前的資料 所以這個就沒差 那這個應該是使用條碼部分是時間到它就會再換掉 所以提供大家參考 那我這邊有我的交易紀錄 比如說我之前交易的部分這邊有看到我在小七繳了四張賬單 那這四張賬單其實都是有回饋點數 然後我覺得還不錯耶 我用的是那個賴典卡的部分 然後就可以拿到2% 然後再加上這個地虎支付的這個角角聯邦卡 再多2%部分 我就可以拿到4%的回饋 所以我覺得這是還蠻高的一個回饋啦 那你在會員中心這邊的話呢 你這邊就可以做一些基本的設定 比如說它這邊有個支付設定 你點進去其實你就可以綁定你的信用卡 那這張信用卡因為我已經換卡了 所以這個卡奧失效我必須要移除它 那你可以綁定銀行帳戶 也可以綁定就是帳戶提領的部分 所以我這邊我有綁了一個台新的 那信用卡的部分我也有綁定一張 那其實很多其他的信用卡 你都可以進行新增的部分 它沒有限制任何的銀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還蠻不錯的 那接下來你可能會知道 想要知道說其實我們這個 橘子支付到底在哪些通路可以使用 那其實我這邊也有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橘子支付哪裡可以用 往下看就知道了 像這邊的話呢你可以發現 7還有這個環球是最近新增的 那再來的話呢四大超商的話 只要繳費的部分有回 可以讓你刷這個條碼繳費 像小七就可以 所以就會非常的方便 像小七然後全家 OK跟萊爾夫都有 小萊也有 我就是要叫他小萊 可惡 這個頂好 Jason's Market 美聯社 這個大美 折扣超市都有 所以像百貨部分的話 它也開始越來越多通路了 像三創是一開始就有的 然後微風 統一時代跟 Global Mall都有 所以這些的話呢 其實會讓你 會覺得說其實橘子支付也好用 你不管是把錢放進去 或者是直接用信用卡 做支付都還不錯 斜全家福 然後 這是什麼 還有其他的 六福春 大甲鎮囊公 也有 台北市移動物園 都很不錯 那 中興都督房也可以喔 東大門夜市 瑞峰夜市 市林北投都有 然後有 有付款 都可以 那重點是交通居然有 中友耶 是怎麼一回事 中友他最近好像從7月開始 他開放了 像LinePay啊 街口 然後這個我們的 這個橘子支付也有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利用一下 就是如果搭配信用卡 有一些額外加碼的好康 都可以一起拿來做支付 我覺得都還不錯 那再來的話就是餐飲美食 其實也蠻多的 茶餐會啊 然後 這什麼 蒸祭麻糬也有耶 喔 這個就是花蓮的時候買那個麻糬都有 無心商圈 四平商圈 北敦大商圈 木暮市集 通通都有 然後觀光旅遊的部分 很多飯店也有提供耶 喔 然後 智能生活 大概就是像那個黑松的那個 旁邊的那種街邊的機台 然後你可以就是使用這個橘子支付 然後就可以付錢 然後就拿飲料 這個也不錯 OK Mini也是 那線上購物的部分的話 他有Gash Gash就是他們自己本身的 因為他們 Gammin的話他本身就是一個自己的 這個 Gamma的話就是橘子支付 他本身是一個電 電網的平台嘛 電網的集團 所以他們自己的Gash 是他們自己發行的這個遊戲的貨幣 可以在上面做交易 這個也是不錯 KKBOX也有 那文創市集 這個Q市集 不知道是哪裡的 哈哈 我是覺得他現在的 通路好像也不輸悠遊負欸 悠遊負好像 也是 沒有他那麼少喔 我覺得 嗯 兩個都是差不多差不多 越來越多的這個通路可以使用 覺得還蠻棒的 那冰放的話呢 其實 他基本上有點類似是 官方在發零用金的一個系統 那我自己本身的話呢 是比較少在使用 沒有在使用的原因是 因為平常就是拍影片啊 寫文章就很忙了 所以 像輝哥的VIP群組裡面 大家都在討論說 現在有冰放活動可以參加 可以拿這個點數什麼的 就 還蠻有趣的 但是 我事實上因為我很忙 關係所以都很少去參加啦 但是 如果你有加入輝哥的VIP群組 這個LINE群組裡面 你其實都可以 收到最新的這種解任務的消息 是還蠻不錯的 那我在這邊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如果你自己本身想要就是 在超商繳費 然後拿到一些高回饋 這邊應該有一個可以參考的 就是 輝哥他好像有發表一個 這個 他昨天吧 他昨天好像有發表一個 相關的那個 資訊的樣子 我來找一下 因為我剛好有轉分享 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他有一個通路的部分 這裡有沒有 輝哥這邊寫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 這裡 這個 舉止支付能夠代收代付的 這個畫面這裡有寫到 這個路邊停車費 歸費 交通罰緩 強制險的罰緩 水費 電費 瓦斯費 公立學雜費 然後國民年金 那個勞保 健保費也有 國稅局 眾所稅都可以 地方的牌照稅 房屋稅 地價稅 公共事業 7-11的電信費 這些都是 正面列表的 這部分的話呢 是 你使用這個我們的 Gaming Pay 這應該是 Gamma Pay G-A-M-A-P-A-Y Gamma Pay的話 舉止支付 都可以拿到這個 信用卡的回饋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棒耶 那 哪些不行的話呢 比如說信用卡賬單 然後 這個票券 分期 貸款 e-tag不行 取貨付款不行 所以代碼 繳費也不行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你有興趣你就是在上我的 這個 這個我的平台 我的粉絲頁的平台上面 其實都有寫到 對 現在要衝6萬 6萬 6萬讚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我們也要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到底哪些信用卡 綁在這個居置支付裡面 可以拿到高回饋 第一個首推的就是 這個 我們的 在這裡 有沒有 這就是我們這個 台北富邦的J卡 就是國內3%回饋5上限 綁上去就有回饋 很棒 那第二張的話呢 是這個聯邦的 聯邦我已經換卡了 這是舊的卡面 那他的這個賴典卡的部分的話呢 他是 國內2%海外3% 所以你在超商的話就是2% 如果再搭配這個 這個 LinePayMoney的部分 可以再多拿到2% LinePayMoney用來繳 這個聯邦卡費的部分 最高可以來到4%很高 那第三的話呢 就是 原本大家覺得很廢 然後已經無用無之地的這個 我們的 很可愛很可愛 這個Uber卡呢 因為他網購有3.8%嘛 現在 下半年權益變低了 但是呢 3.8%居然還是高於 其他的兩張卡片 所以呢 這三張卡片呢 那這張卡片就是拿來 綁在橘子之父裡面 繳費也是可以拿到現金回饋喔 所以最高的話就是這三個 3% 4% 3.8%都非常的高 也提供給大家參考 希望就是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個 繳費的小訣竅 對你來說是有幫助的 因為 如果你 你平常有一些代價的部分 其實用信用卡 或者是 解任務都沒有拿到 這麼高的回饋 那麼也許可以考慮 用這個來解任務 因為你這個吃到的是 信用卡的 這個卡片本身的回饋 所以你之前的那些的話呢 有一些上限 比如說你用 星光還雨 然後再搭配Five Pay 一個月只能夠拿100 然後上限算1000 10%回饋 那你的帳單可能有2.3千 7.8千的 那你只拿100不划算嘛 所以你可能就可以 改用這個卡片來做 繳費的部分 在小7 那麼你在全家的消費的部分 還是可以在全家使用那個 10%的回饋 我覺得這樣子是最大化自己利益 很棒的做法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 也是跟大家分享到就是 這個部分能夠讓大家 稍微知道一下說 如果你自己要繳水電費的話 到底要怎麼做最好 然後寶可夢在這邊工商服務一下 我的IG也歡迎大家來追蹤一下 這個真的是很多很新的消息 都我在這邊分享 包括最近最新的這個 誒 我們的很漂亮很可愛的這個阿狗狗卡呢 寶可夢也做了一系列的這個 拍攝圖片分享 歡迎大家來追蹤一下 真的是 花了好多時間做 然後需要大家就是趕快來衝一下 我的這個訂閱數好不好 這個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也歡迎你就是趕快來按讚留言分享 然後訂閱一下 最新的消息就會送到你家 寶可夢Vlog呢 用比較淺顯易懂輕鬆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最新的市場快興 也歡迎你趕快來追蹤一下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